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到阿拉斯加Skyway 我脑海里出现的就是这些最具代表性的经典画面 那有人说来到Skyway没搭过WidePass火车就白来了 这句话我举双手赞成 即使我在去年8月份就已经来过 那今年5月份带着闺蜜再次的踏上Skyway 我还是买了同样的行程 巴斯和火车双体验来回可以欣赏不同的风景 一鱼两吃大推 关于Skyway的历史背景和巴士火车的全程概述我就不多说了 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影片 阿拉斯加游轮白色通道玉空景观火车 虽然这集是同样的行程 但我会以5月份和8月份的火车巴士风景 来呈现不同样貌的WidePass玉空 再用最简单的Q&A解说方式来提供最详尽的旅游指南 还有其他相关注意事项也都会在影片细节里 节目一开始 不啰嗦 直接晒干货 进入本集的红色重点 巴士和火车的路径都是从Skyway出发 分别是沿着玉空河谷平行走在它的左右两岸 所以不论你是搭乘火车或是巴士 都可以享受沿路的松林山泉 峡谷峭壁 还有冰雪覆盖的雪山 所以选到好的位置 让你上天堂 选错位置会让你好凄凉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笔记 首先来看看这个地图 你就有概念 火车和巴士该坐哪一边比较好 答案是火车上山时要选择左边 因为左边多数是悬崖 那说到这里你一定会好奇的疑问 全程来回搭火车不就是两边可以轮流看美景吗 那即使上山坐右边 回程下山也可以轻松享受美景啊 没错但是别忽略了 回程时少了解说 而且很有可能回程时你会太累了睡着了 答案是选择右边 请看地图 火车抵达山顶后掉头 再依照原来上山的路线回去 所以当然选择右边啊 对 Wi-Pass火车不是对号入座 那如果让我重新来过 我会选择最后的车厢 即使是坐在车厢里 还是有机会可以捕捉到整列火车 蜿蜒过山的全景 那尤其是选择待在这个最后车厢外的平台 那站在这里 视野更加广阔 取景更是多元化 那你看看这个画面就不用我多说了 你说这是不是观景火车的最佳摄影点 来看看这张地图 巴士该坐哪一边 答案是不是出来了 既然火车和巴士的路线是分别走在玉空河谷的左右两岸 那巴士上山时 河谷是在右边 当然是选择右边座位才能轻松的欣赏美景 另外当巴士即将进入加拿大玉空时 窗外的景色将会越来越惊艳 越来越吸睛 这一定会勾起你的摄影魂 那早上的光线比较柔和 比较容易捕捉到水面如尽的湖光山色 但是也要祈求保佑老天爷要配合 希望当天早上没有浓舞影响视线 我们来看看这张WidePass预空地图 那红色的线代表的是火车路径 黄色的线代表的是巴士路径 巴士和火车的起始点都是Skyway 不论是巴士或是火车沿途的风景都很惊艳 那他们分别是沿着预空的河谷两岸而上 只是观景的角度不同 选择搭乘WidePass火车 是体验当年掏金者的心路历程 最轻松最原始的方式 它的好处 第一有利于摄影 Skyway有很多的经典镜头 都是和火车有关 那也有很多是在WidePass火车的路径上所拍摄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千万不要错过火车的行程 第二吹风透气 你在火车上可以走到车厢外站在平台上 那不需要透过窗户来拍照 而且万一和同行的伴侣夫妻能站吵架 也至少有个地方可以冷静呼吸喘口气 第三车厢内部宽敞 能够四处走动 而且有空位时 还可以左右调换位置 取得比较好的摄影角度 那多数时候呢 巴士的载客是满座的 说完火车的优点 我们再来说说搭乘火车的缺点 乘客全程不能下车 只能到车厢间的平台 那中途有时候会停留10分钟左右 等待徒步登山的人上火车 但所有的乘客还是一样不能下车 火车的座椅舒适性不如巴士 那一辈也横挺 长途坐下来不太舒服 火车的照应也很大 不过这对我而言好像影响不太大 因为沿途的风景实在太美了 而且我也太专注于拍照 所以完全忽略了高分贝的噪音 会让我选择巴士游育空 唯一的理由就是中途可以下车拍照打卡 那以我购买的这个行程为例 过了每家边境进入育空之后呢 巴士会开始停靠几个景点给乘客拍照 这一点对我而言非常的重要 因为不能下车没踩在地上 单单是window tour 这很难算是到此一游 比起火车全程只能在火车上看风景 那巴士行程可以选择的活动就更多了 而且价钱也亲民许多 搭乘巴士的缺点就是少了滔金火车的怀旧氛围 克朗泰克公路沿路风景虽美 毕竟还是不如火车的路径走在峡谷悬崖上 但也千万别忽略了巴士的优点 如果火车是主角 那么巴士就是配角 而整个Wide Pass预空铁道公路就是一个大舞台 唯有主角和配角的演出 才能提高它的价值可看性 所以该选择火车还是巴士 或是混搭火车巴士 一余双吃 我个人超推混搭火车巴士 因为这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体验 欣赏传说中的克朗泰克滔金公路 和Wide Pass世界风景最美的火车线 从地图上就可以清楚看出 如果来回全程火车 或是来回全程巴士 那么您将看到完全相同的景色 因为都是同一条路线来回往返 所以在邮轮暗闪观光的有限时间里 选择混搭火车巴士 才可以享受两者的优点 一余双吃 既然我们都知道火车是主角 所以如果选择了火车巴士行程 当然会希望搭乘火车的时间久一点 那因为火车上山的速度比较慢 观景的时间相对的也就比较长 所以如果我可以选择我会火车上山去巴士下山回 那很可惜我搭乘的邮轮公司所卖的预空行程 只有一个选项 也就是早上巴士去下午火车回 只好我就照单全收了 在这里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向邮轮公司买的火车巴士预空行程 在过了每家边境之后 我们总共下车六站 除了用餐和吃冰淇淋停留的时间比较久以外 其余多是短暂的停留30分钟左右 让我们看看风景拍拍照伸展经过 最后才在Fraser下巴士转搭火车 那沿路翻山越岭过桥过两个山洞穿越峡谷 我们看到了瀑布和断桥 那最终回到Skyway小镇 全程八个小时 那搭乘火车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又45分钟左右 想要更详细了解这个行程 可以点击荧幕下方或是片尾的连结 整个行程除了看风景拍照 那比较不一样的是Car Cross 它是当地附近仅此一家的餐厅商店 也应该是专门为邮轮观光客所设立的 好像每个玉空观光客带午餐的行程来到Car Cross 一定会在这里用餐 那网路上说很难吃 其实也没有传说中那么难吃 除了两块鸡肉一个甜点圈 沙拉马铃薯以外呢 还有咖啡冰茶让你喝到饱 那餐厅还算蛮有特色 那旁边有个小小博物馆 小小动物区 后面还可以体验滔金的乐趣 还有阿拉斯加犬的狗拉雪橇 那因为不论我是在五月份还是八月份去 在狗拉雪橇园区里面都不见血的终极 所以在这里狗拉雪橇我就放弃了 用餐过后巴士又开了十分钟左右 说是要吃冰淇淋 但请别忽略了 这里有两个世界和国家级的mini 吃冰淇淋杂货店对面有个超级mini火车站 它建于1910年被指定为国家遗产古籍 那另外我们正要转弯离开Car Cross 我又发现在这里有个号称全世界最小的mini沙漠 很惊讶在这个深山里竟然还能有个沙漠的存在 如果您已经有过搭乘YPASS预空火车的经验 那么选择租车自驾沿着克朗代克公路 通过美加边境前往预空探索 这也是一个很棒的选项 可以随心随意想停就停 大大的满足喜爱拍照打卡的人 但切记 时间一定要掌握好 火车和巴士的行程可以分为短 中 长 各种不同的组合 那可以依照个人的需求来购买 这是我的行程路线图 全程8个小时 那中途有6个下车停靠站 先搭乘巴士从Skyway出发 那途经预空地区的克朗代克河公路 中途短暂停留Simon Lake 预空地标招牌下车拍拍照 然后在加拿大的Car Cross 停留一个半小时享用烧烤鸡肉午餐和冰淇淋 之后再继续前进到达翡翠湖 Emarole Lake 最后巴士再从翡翠湖返回加拿大的Fraser 我们就是从Fraser转搭火车回到Skyway 那回撑的火车行程大约是1个小时又45分钟左右 如果你是选择这个2.75小时40英里的火车往返 那这是唯一不需要护照的火车行程 也是最多人选择的短途旅行 火车从镇上出发 经过20英里爬升到海拔2888英尺的山顶之后 抵达每家边境 再走相同的路线返回 完全不会下车也不会过海关 所以不需要护照 邮轮基本上都是停靠在Skyway的市中心旁边 那这张照片里我走在小镇上 可以清楚的看到邮轮就在我身后 那走路5到10分钟就可以抵达 或者你也可以花几块钱美金搭乘这些市区巴士 那没买行程的人大多数都会选择走路到小镇上逛逛 多数的邮轮停靠Skyway的时间都很长 那例如我所搭乘的邮轮有13个小时停靠Skyway 那如果你有购买8小时的WidePass预空火车巴士观光 我会强烈的劝退计划购买第二个Skyway行程 虽然看起来13个小时减8个小时 好像还有5个小时可以利用 但实际上扣除上下船的2个小时 剩下3小时如果还要再应急一个观光行程进去的话 就太冒险了 因为你永远无法预期8小时的行程是否会延长 那就像我今年5月份的这趟火车巴士观光 就比预期晚了一个多小时才到站回到镇上 那当时我也只能带着闺女路边拍拍照 买个特色小吃边走边吃 原本想到Red Arnie Saloon吃吃喝喝的计划也都泡汤了 那碍于时间的紧迫 我也不想当一个Pure Runner 所以我们只能够快走返回船上 匆匆的告别Skyway小镇 总之行程结束后 如果还有时间 建议可以在小镇上走走拍拍照 吃是当地的特色美食 为您的Skyway画上从容不迫的据点 那当然 如果你买的不是8个小时的巴士火车行程 而是比较短的行程 那么请忽略我以上的建议 在我这趟阿拉斯加游轮旅行的所有停靠港里 Skyway可说是我最喜欢的小镇 那多数的建筑与街景都是原汁原味的 刻意保留住涛金热时期的样貌 例如当年的北极兄弟会馆 也就是现今的游客中心 它的外墙是由8000多片的百年浮沫拼凑而成 当年涛金客群化问柳的红灯区 红洋葱沙龙 景物依旧人是已非 涛金客与狗的雕像在在的诠释出当年他们绝望与无助的生活写照 这栋是阿拉斯加最古老的百年饭店 北方黄金饭店 涛金客的百年墓园 猜猜这是什么 没错又是古董一枚 蒸汽旋转残血火车头 残血火车头旁边还有一个当年涛金者的纪念雕像 如果你和我一样火车巴士行程后 时间紧迫 无法好好的坐下来享受当地的美食 那千万别错过了这家炸面包 5月中的Skway傍晚气温很低 那空中飘着细细的小雨 海风又收收的吹 那这时候来一块温热的线炸大面包真好吃 走过神秘的克朗黛克和韬金路线 那翻山越岭来到玉空体验当年人们所追逐的韬金梦 如今也只剩下镇上的老建筑和玉空河谷上的一草一木 还记得当年的回煌 影片的最后就让我分享 WidePass火车玉空巴士的沿途美景 我不后悔重复这行程 因为5月和8月份的WidePass玉空火车巴士景色 各有千秋真的很不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